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几岁了 两岁多 是吧 我给他看看 几几年数什么的 29年数 有点 我告诉你啊 你打开好几个 是的 全部都在你的孩子身上 一直都没走 你听台长的话好不好 你能不能给他 现在给你身上 你现在给他的药经证念 108张小房子 我已经看了几百张 再念108张 那么我自己的药经证 你不要说你的 你这孩子是不是从来没有站立过 没有 从来站不稳的 对不对 做的都会做 对啊 我告诉你 就是那些小人性 为你要摘 他们附在他的身上 让你痛苦 因为你让他们痛苦 他们本来一个人性到人间 可以活70岁 但是你把他打死了之后 他魂没有地方走 就叫孤魂野鬼 他就附在你身上 有时候跑到孩子身上 让孩子痛苦 让你更痛苦 听得懂了吗 现在你必须好好的念 我告诉你 像这种情况 附体的话 这种孩子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没有1000张超过 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多要我自己念 能不能请 请人家念 一定要靠得住的 就是说靠不住的 那就不行了 听得懂吗 一定要念出来 靠得住的 听得懂吗 我们好啊 他的功课 那个二十一 四十九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可以吗 四十九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七遍心经 可以离国 可以吗 嗯 给他念五遍吧 五遍离国 七遍心经可以吗 嗯 可以 嗯 这个小孩子以后 能不能够上学呢 很难 台长跟你说实话 我这个人不想讲话 我看到的就是看到 很难 我现在已经叫菩萨 刚刚把他治了一下 没事了吧 我如果再帮他治一下 可能你可以让他的腿啊 可能可以站大概几秒钟 从那边站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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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声了一下 现在有声音吗 啊 好了 说明有救 啊 我没有 我告诉你 说明有救 小黄子严重不够 你好好验吧 不要再问了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 基本上 没什么大用 而且 没有办法 人就是这么的 你听得懂吗 那么我们现在 那个 你 你 你现在 中药了 你中药给他 给他给他吃 你主要要狂放生 可能 当你放到几千条鱼 甚至上万条鱼的时候 他会有突然的改变 小房子不了断 那么要帮他许愿吗 要 你帮你自己许愿就好 明白吗 那个他 能不能在台长 帮他加持一下 让他晚上睡觉睡得安稳一点 我一个人能救多少人啊 要靠你们自己救的 我加持一下 我刚才给他加持过了 他不是停下来了吗 就像推打一样的 推打一下 又好舒服 过一会儿又痛 对不对啊 他如果自己注意的 腰的保养 他就不会再痛了 听得懂吗 哎 站起来 站起来 哎 嘿嘿嘿 好了 好好休 看见吗 站着呢 一直站着呢 看见吗 哎 打开的孩子 为什么不走 你非常狠心啊 有一个胎儿 长得很大了 你把他打死了 听得懂吗 要上月了 听得懂了吧 这种妈妈 这种妈妈你看 还要问 为什么他们还不走 我告诉你那些人都听着 你讲了这句话 他们就聊不了他 你不能乱讲话 在这里啊 你改了 哎呦对不起啊 我一定好好聆听就可以了 哎 为什么你们还不走啊 拿着我的钱还不走啊 我看你不想活了 你 对不起 没声了吧 看见了吗 听得懂吗 好了 好了 好好聆听 蛮可怜的 这个孩子 我也不想要你 就跟他妈妈听 我几次 也不知道 好